哈喽,大家好,我是阿Ken 欢迎收看Ken & Ken 频道 那么今天呢 还是一样,我还是一个人拍片 就是要试吃这一家很出名的 咖喱鱼头 E&O Fish Head Curry House的早餐 他们平常出名的食物有 咖喱鱼头、鱼鱼、炸鸡等等等等 全部都很好吃 喜欢吃咖喱的朋友,记得去试吃 他的咖喱鱼头是很出名的 可是你们也不懂 他们的早餐也蛮好吃的 那么他们早餐呢,有不一样的就是 他们另外有卖炒米粉 我觉得炒米粉特别好吃 然后他们卖的Rodichia奶 就是蛋煎饼 就是煎饼也蛮好吃 我不多说,我去准备弄热 然后再试吃吧 好的,我已经把食物弄热 准备好,要吃咯 可是我刚才开起来才发觉 我点了太多了 前期师,不好意思哦 这次可能会弄了半一肚子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 第一个就是 Rodichia奶煎饼 我点了两个口味 另外一个是普通的 就没有加蛋 另外一个是有加蛋 这个就是它的 肉跟三宝 是不是很好吃 你看 再一个就是 我刚才提到的炒米粉 我超爱吃的 因为炒米粉有放三宝在去 所以有点微辣 超级的香 鲜鱼 这也是我很喜欢 很喜欢点的一个 它的鱼肉都很厚 你看,就大概这样厚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啦 咖喱鸡 看,好大块 就好大两块 这个腿肉 这一整个腿肉 就要两个八大块的马铃薯 还有,今天最后一样就是 这个三宝鱼鱼 看,是不是很好吃 这些菜配饭都 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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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吃 好,我们就开始吃吧 我刚才去买一杯水 因为我本身不太爱吃辣 我们就来试吃这个炒米粉 它炒米粉里面还有一些 包菜 也只有包菜 而且很大一份 就满满的 它炒米粉呢,炒到很入味 然后有少少微辣 就那个有炒米粉 然后有那个三包的香味 超级好吃 味道和口感呢 全部都刚刚好 会太干 会太好吃 煎饼 我们这个有蛋的煎饼 平常呢 这是 这一样东西是 我们在马来西亚 其中一个会常吃的早餐 我刚才又把这个 炒米粉去 air fry了一次 所以它变得更加脆 那本身呢 是比较带鲜 然后加上这个三包 三包本身呢 就比较带甜 而且比较辣 所以把它混了起来 把它搅起来 就 味道刚刚好 不会太辣 不会太单调 这个有蛋的 有底层 好 好 接下来呢 我就要试吃这个 咖喱鸡 它就不会像一些那些卖咖喱店的人 因为吃到咖喱粉 特别多 这个不会 味道全部刚刚好 这个马银水 焖到红 它的鸡蛮好吃的 超大块 超大块 超厚的 超厚的 红米啊 你看它有点鲜 有点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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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鱼呢 其实是我最喜欢吃的 有些地方呢 它们的煎鱼呢 就 会煮得太干 它们不会 它们有把这个鱼先腌制了 然后才用来去炸 来去煎 这样子 会太干 很好吃 最后一样 就是我们的 三包 这个我也很喜欢吃 可是 它这个的三包有点太老 我每次吃我都要喝很多水 这三样菜配饭都特别好吃 看好多 它这个鱼鱼很有弹性 然后也煮得很入味 咬下去还有那种弹性的感觉 超级好吃 辣到我这里 好辣 紧急吃 对不起哦 我想 你又要肚子饿了 好啦 我们这一期就到此为止啦 当然这些食物我会一次吃完 我会跟三餐吃吧 毕竟我比较少吃 这间店的那些资讯 我也放在Facebook 跟Description里面 大家记得去看 真的很好吃 这家店呢 是从8点早上开到晚上5点 那么早餐呢 是从8点开到10点半 10点半过后呢 就开始再卖午餐咯 所以如果你们要 试吃早餐的话 尽早 那么你们有什么想 我们试吃的 还是好介绍的 在下面留言咯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按赞分享 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 拜拜